男子和前女友暧昧不清 现女友一气之下提出分手 结果男子列出分手账单 让女友给钱 现女友现场哭着求符合 对于这样的感情你怎么看 先看看土雷老师怎么说 土雷都被他们两人的情感纠葛 气到发飙了 我们先了解一下他们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秦24岁来自 河北目前在北京工作 女主人公小孙23岁 同样来自河北目前在唐山工作 两人在大学期间认识 之间在一起谈恋爱已经有两年了 都说大学毕业会导致 大多数情侣分手 那这一对情侣会不会重蹈覆辙呢 两人一上台照穿 就迫不及待的问道 一天我俩又吵架了 然后我就说 你要是这么烦我 那咱们就分手吧 他就跟我说分就分 过了两天他没有哄我 而且还给我发账单 给我要钱 什么账单要什么钱 那个钱确实是我给他花的 他说在一块的时候 我花了挺多的钱 那现在分手了 让我把钱还给他 由于上大学期间 男生都是家里面给他的生活费 基本上花在女孩身上了 现在女孩提出分手 男生才会让女孩还钱给他 其实两人大学时期感情算是比较好 但现在男子在北京工作 女孩在河北唐山工作 处于异地恋的状态 已经有半年时间 因为女孩提出分手 不是真的想分手 但是男生这边 似乎真的想追回之前的钱 不管是个女孩买礼物买项链 甚至吃饭的钱都算在一起了 赵川此时看不下去了 男生磨棱两可的态度足以证明 很早就想跟女孩分手了 毕竟谈了两年时间 不好意思提出分手 男生狡辩的 在女孩身上花这么多钱 总不能让他提分手就分手吧 这样也太没面子了 女孩接着暴露出男生因为去到北京 才变心了的 刚开始约定好的每天 都要通电话开视频 后面变得对女孩爱答不理 接着男生狡辩的 算了 但是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他每天都重复那些话 我听了都听了腻了都 你都听腻了 明明就是不爱了 或者已经对女孩没感觉了 完毕了就要真的一脚踹掉 男生还说到自己在女孩心里像条狗一样 然后我的那个就是个条小狗脖子里面套的个事 我现在我都觉得 真的跟那个小狗一样 对他那么牵来牵去的 好那你就跟他挺手呗 你都觉得自己是条狗在校里 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啊 原来男生很早就厌烦了女孩 分手是迟早的事情 只是借女孩气头上说出来而已 因为在接下来的一幕足以看出 男子一不小心暴露出的新朋友 无庸置疑肯定是女的 要不然也不会突然对女孩这么冷淡 因为有一次女孩去北京 看见了男生和前女友的聊天记录 两人聊天一直聊到深夜 而男生却狡辩只是普通朋友 一个普通朋友能聊到深夜 和女友确实敷衍了事爱搭不理 爱与不爱一目了然 接着女孩说到让人不淡定的一目 对 他一直跟我否认说没有在一起过 但是从我们俩好了之后 他们关系一直就挺好的 而且这次我们俩异地了 然后他俩现在在一个城市 我真特别担心 男生和前女友在用一个城市 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因为自从男生去到北京后 女友这边工作都被辞掉了 他也不知道安慰女孩 一个爱你的男生 绝对不会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都不愿意去帮忙的 他的心里早就没有女孩了 在主持人的旁敲侧击下 男生肯定和前女友就情复燃了 却不承认 一个娇滴滴哭着稀里哗啦的女友 男生并没有半点心疼 更没有一丝丝宠溺之前情 从两人聊天也可以确定 女孩是真的不想分手 接着赵川问到女孩 不做死就不会死得那么快 还想着人家来哄你 女孩提出的分手 给了男生借口和理由 并且趁机要想敲诈一笔 这算盘打得牛逼啊 不愧是心机难无疑了 在主持人的逼问下 就算女孩现在不提出分手 男生也早有打算分手 只是两年的感情不能就这样 说分手毕竟认识两年的朋友 也不能说不见就不见 接着男生还是说的 两年在女孩身上付出那么多 你是不愿意跟他分手吗 还是不接受分手之后 他问你所要 之前他所谓为你付出的那些钱 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跟他分手 我那只是在气头上 就因为他前有的事吵架了 我才跟他说分手的 以前说分手也有过 每次都是他哄我 然后这次我会想等他来哄哄我 可是过了两天 他非得没有哄我 反而跟我要钱 就为了跟女友提出 要一万块钱分手费 这男生真的脸都被丢尽了 其实女孩这两年 也给男生送过礼物 不管是衣服裤子 还球鞋等等 主持人看不下去 还让女孩也去列出一个分手账单 既然男生不爱女孩 就直接断得干干净净的 为何要用礼物来索取 物质上的补偿呢 心理学中这一幕 可以看出 男生这两年恋爱给女孩 买的礼物等等 花的钱 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回报 所以有种不甘心的情绪在里面 最后赵川问到男生 两年的感情有开心过吗 如果一个男人两年都过得不开心 那肯定早就分手了 其实在学生时代男生 还是有开心过的 只不过他现在遇到前女友 跟他就情妇人 然后还在同一个城市 就想踹开女孩 和前女友光明正大在一起了 不过也难怪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谁不向往更好的爱情呢 赵川对这样的情感纠葛 也拿不定主意 只好把他们交给了嘉宾老师 首先点评的是黄国伦老师 黄国伦老师看出了真相 你爱的人他已经不再爱你 就算曾经真的是无聊或者是空虚 踩在一起的 但男生表现出的点点滴滴 看不到宠溺之情 然后问拿钱也是想着要分手了 还能在他身上再拿到点什么 在嘉宾老师和全场观众面前 不好意思承认罢了 此时女孩的哭泣 挽回不了这个不爱你的人 不如好去好散 对自己说要坚强 接着是寇乃馨老师犀利点评 扣乃馨老师表示 初恋都是美好的 你非要把它当作一笔账 那这个男生以后肯定是悲哀的 当他年老时回忆这段感情 没有甜蜜 只有自己当狗的经历 所以爱情最美的样子 是自己内心怎么看待的 如果这段爱情 你把它当作一种成长 多记住美好的瞬间 一段两年的爱情 不可能没有半点美好吧 最后扣乃馨老师见一两人 保留双方心中认为 还是美好的一切 不要让它消失殆尽 就已经是对这段感情 最完美的结局了 男方心中已经没有女孩了 在抢求也是自讨古致 还不如潇洒的说再见 最后是图蕾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 图蕾老师真是为他们操碎了心 真的能感同身受 被气到不想骂人 但又不得不说两句 女孩现在哭泣已经没有价值了 眼泪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贬值 没有半点用处 只有重拾自己活好以后的生活 才是对自己负责 接着图蕾老师说到一句很有用的话 女孩愿意为了男生付出一切 证明她的爱毫无保留 真心希望跟男生过一辈子 而男生却像脱缰的野马 还没玩够像多玩几个 两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差距一目了然 当两人的感情只剩下一串数字 从此分道扬镳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两人把双方的账算一算 各自安好互不打扰 从此不留痕迹是最美好的结局 女孩应该留下自尊和平分手 最后再徒累苦口婆心地劝说下 两人都没有再走出大门 不管怎样祝福女孩早日 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吧 男生也要好好珍惜前女友 不然就是他的价值观有问题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陪伴 有什么想说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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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